好 那麼 這個是這一次大樓 發生這個緊急狀況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消防人員 坐雲梯車來救 但是這個雲梯車 其實他的高度是有限的 換句話說 如果你住得很高層樓 你真的要小心 這是第一個 那這個圖是從大約是從怎麼來的呢 大概是這樣 就是從這種都 這個畫面把它剪下來 對不對 那事實上 你剛才這樣看 不知道他幾樓 但是你看到 你就知道說 他大約只能到幾樓 那剛剛那個娶四個太太那個 買的那個 從一個吊車 吊車才夠高 這樣好 那我現在要唸一個住戶的 這個心聲給大家聽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他說這個 他原本串進去他家的濃煙是白色的 幾小時以後 他回到屋內地板滿滿是厚厚的黑灰跟焦油 快六千萬的房子怎麼會這樣 然後呢 有一位二十五樓的住戶 他滿臉的恐懼 他說火警發生的時候 大樓立即斷電 那時候他正要入稅 是因為冷氣停了 他才起來查看 這個天沒冷氣睡不去 這個時候聽到警報器響起 住戶群組也開始互傳訊息 所以住戶要建立群組很重要 對不對 大樓你有加入群組嗎 然後他說地下室發生火警 因為住戶開始傳訊息才知道地下室發生火警 請大家冷靜的在家中應變 記住他提醒大家在家中 在家中冷靜應變 住戶說不到五分鐘就聞到煙味了 所以那個煙在竄很快 隨後他看見農煙從門縫轉進來 但是這個煙是有毒的 他都是帶好心 所以群組就通知說用趕快用毛 毛巾把他這個弄濕 然後塞住門縫 他就立即照做了 並且帶著一家四口躲到陽台 記住喔 不是在家裡喔 是躲到陽台 把氣密窗關進 可是呢 煙還是不斷的 竄進來 期間他本來想進入房內查看說可不可以逃生 結果呢 因為濃煙根本沒有沒有辦法讓他進入屋內 濃煙太大了 大樓火警灑水設備也沒有辦法啟動 這很奇怪 為什麼也沒有辦法排 那個灑水設備也沒有辦法啟動 所以呢 他們一家大小躲在陽台十個小時 換句話說 晚上十點 他們賣至幾點 賣至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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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個小時 他說還有不少住戶往上躲到頂樓去 最後他的不解就是說 這麼小的火警 幾十分鐘就被被撲滅了 可是這個住戶幾百戶一夜驚魂 而且害兩個消防人員殉職 那麼這個 這一次也有孕婦受困 他說一時緊張 忘了家裡的密碼 所以只能等待救援 這麼緊張會到密碼 忘記 會 人類在一個很危難的時候 會有兩種不同的反應 對 那有一種反應 就是整個人會像定住 完全不能動 而且你在緊急的時候 你的記憶力 你的專注力 全部都會下降 你的認知功能會下降 是 所以你的確有可能會在很緊張的時候 完全忘記 腦袋一片空白 然後家裡所有的事情都不記得 然後現在要做什麼 也會極度的慌亂 但也有人當然在極度緊張的時候 腎上腺素會發揮作用 所以有些人可能在那時候 會做一些平常做不到的 也有可能 但是像這個孕婦這樣的狀況 是很有可能發生的 可以講 我也忘記了 現在又沒有火警 但是我真的有遇過兩次火警 我真的覺得很可怕 那時候真的會 有一次火警是 我那時候是住在四樓 但是是我們隔壁洞 隔壁洞的平房 發生一個很大的火警 他們的煙串到我們這裡 我後來真的在濃煙中 那個煙是黑色的 你在濃煙中完全不能呼吸的感覺 我有經歷過一次 真的很可怕 整個人都覺得快要窒息 然後快要死掉了 他只是從旁邊串過來 我都覺得很可怕 好 那這一次的火警 我是說到底有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提醒大家的 還有是像這個 他說為什麼那兩位消防員殉職 是因為空間迷航 這個才是我們要講的 就是說 事情這麼易發 我們從樓梯下去都濃煙 所以都沒看 連消防員都看不到 那我們怎麼樣自救 因為我講 我跑社會行 都黑煙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現在在幾樓 因為我們常常 以前常看這些畫面 我二十幾年來 我們真的沒辦法追究 但是我希望說能夠趕快把它弄好 比如說你說空間迷航 那個已經發生很多次了 金鵬大火也是 然紀律的桃園 那個五個消防人員掛掉 也是因為進去之後找不到人 然後因為氧氣瓶 通常都只有四十八個小時 四十八分鐘 所以你進去之後 篇防個二十分鐘 你打個火二十分鐘 沒了 花了 結果你在裡面只要待兩個小時以上 大概消防員就掛掉了 所以一般養 這叫空氣瓶 不叫氧氣瓶 因為一般空氣瓶 大概的只能用四十八分鐘 最多了 四十八分鐘 還是那種像我們現在這樣 好好穿起 你如果這樣消防員在裡面搬 二十幾公斤的裝備 我會用那個更少了 以前我就去試過 那空間迷航 我覺得有辦法去解決的 比如說我們到現在還要得靠 如果今天這個大樓 一定要指揮官 因為指揮官到現場 一定會做第一件事情 頭給我拿來 好不好 就這棟大樓的疏散圖 那這個要靠什麼 平常的 平常的疏散演練 還有消防安檢 我抱歉 我說一個 我看到的這一次有一個客人 他是這樣 他是一個韓國人 他在臺灣上班 然後他坐在電腿裡面 可是忽然之間停電了嘛 電梯就沒電了 那沒電了以後呢 他的手機在電梯裡面手機能不能認通 不通 不通 他手機不通 他不通 他不曉得發生什麼狀況 所以他就拚命的把電梯門 要這樣把他搬開 也不容易 結果他用力的把他搬開 那個訊號才會傳得進來 他訊號傳進來以後 就告訴他說 現在發生什麼狀況 然後你要在電梯裡面等待救援 他是這樣才得救的 其實我們在國外看到的 像尤其這樣 抱歉 我再說一下 你不能把電梯門扳開 因為你可能會拚下去 對 再一半你就跌死了 因為像一般的電梯 我們所講的 他你一停電 他會有個煞車系統 你會撐住 那你門不能 你門打開 上面其實你在通風口上面 可以打開的 那個通風口打開 就是營救的 可以給你營救的東西 那其實他可能 我們人就沒那麼高 怎麼把他打開 旁邊會有扶手 然後呢 打在上面打開就好了 打在上面 你怎麼會把他搬開 沒有 你現在他要打開 因為電梯你有三角形 一個繩繩繩繩繩 你可以踩在這邊 把他頂開就可以 那這是一個方式 那第一個就是通常 如果你開了 你機制要把那個打開 就是我們的電燈 打開才會有一個逃生口 逃生口 你在救難的時候 人家可以通常 因為管道間是空的 那才知道說 你知道你怎麼知道 萬一電梯停了 到那裡拨路 你也不敢開 人家可以從這邊營救你 告訴你說 從這邊打開 從這邊把你引導出去 電梯裡面都有 但是還有一個現象說 我在國外看到一個設備 就是電梯裡面 他的Wi-Fi訊號是有的 尤其在對岸 對岸中國大陸 他們所有的電梯裡面 Wi-Fi是可以通的 那像我現在搬到偷電的房子 小胖做理 小胖 就往那邊套梯 沒有 這個方式就是說 其實你有電梯 那一般的家用電梯 像我們高齡的 可是我電梯進去 停電的時候 你怎麼辦 你家裡沒人 你也沒說一趟去 不像大樓有管理員 你要怎麼辦 現在的電梯裡面 家用電梯會安置 放一支所謂的室內電話 電話線簽進 你按下去 他會 電梯裡面放電 對 那個電 那個電不是說 像我們說 因為我們一般的家用電話 是不吃電的 那因為還有大樓的電梯裡面 會我們有管理員 直接拿著管理員 他們會叫 對不對 其實這個部分 其實就像鄭大哥講 這個東西 這個這個案子 給我們一個考 一個所謂的一個隱私 教訓 對 你電梯裡面 現在Wi-Fi很方便 你在建築法庫 你大樓有電梯 上面就要加張一個Wi-Fi的系統 那你的大樓都可以通 Yuki 你要說什麼 我要講就是說 火警發生的時候 到底要在哪裡 等待救援的這個資訊 我覺得大家是很迷茫的 那因為我看報導 是有說那個救火小隊長 就是到了現場之後 有去廣播說 等待救援 因為最主要是濃煙的問題 這不是說你跑就有的救 因為你有時候跑 你可能就會濃煙嗆到 就會死掉 對 那因為他那個大樓太廣 這一次兩個消防員 這個檢測 身體裡面都有毒 對啊 這是大藥薪 是 所以他有緊急應變 就是說因為那個社區大樓又太高 所以廣播在下面可能樓上住戶沒有聽到 所以那個小隊長他很緊急 他知道說自己錄了一個 就是通知所有的住戶 在住家不要亂跑 等待救援 然後請那個管委會的主委 從LINE傳到給各個的 那個住戶的手機裡面 讓他們知道說 你們現在要等待救援 因為狀況還不明 對 所以第一個 你要加入大樓的群組 統一訊息 你才會知道發生什麼狀況 再來要聽指揮 他們這邊米的陽台都沒有事 米的陽台都沒有事 你都沒有毒氣吸進去 大家報告我 我們現在講的高樓層 這是消防署說的 高度是指五十公尺 或十六層樓以上的建築物 叫做高樓層 那高樓層代表什麼 代表火災搶救跟人員逃生 比一般建築物更困難 十六樓以上的 再來目前全臺灣最高的曲折 是雲梯消防車七十公尺高 七十公尺幾樓 差不多二十三樓 因為一層樓大概三公尺 對 三面 那新竹市這次發生事情 最高的雲梯車只有五十二公尺 所以只能夠大概就個十七樓吧 十六樓 十七樓 其他就沒辦法了 好加在這邊有那個帶四個母 那我們先休息這段時間